2024大选在即两岸关系议题 也让各政党的总统参选人 没有办法回避 中天当家主播卢秀芳 主持的全新CTI Talk的网路论坛节目 两岸永久和平重磅对谈 第一集也请来了重量级嘉宾 张亚中 院举正等人 一起来探讨这两岸的问题 蔡正元就在节目中透露了 他说李光耀当年曾经预测了 台湾可能会在极度痛苦底下 面临两岸关系 台湾人不能逃避问题 同时他也呼吁了 台湾人应该要自觉 追求未来四年两岸和平 就是最重要的是 你不能把手中的票 投给民进党的赖清德 台湾人不会想那么远 他想说我已经不归你管 我中华民国政府不归你 两国互不隶属 讲得很大声 那大陆就讲好 你讲你的 我讲我的 那大家比实力 比实力什么 比武器你备战 我备战 好 大家来较劲一场 这个就是李光耀讲的 台湾人可能会在 他讲的是预测的 会在极度痛苦底下 重新变成中国人 那台湾人要不要走这个路线 还是台湾人自己有警觉到这个问题 愿意面对问题 而不逃避问题 现在坦白讲台湾所有的政党都要逃避问题 没有人想解决问题 也没有人敢解决问题 还要看看美国什么意思 还要看看左林右舍什么意见 那长此下去 我们就会默默地走到什么 战争的边缘 乌克兰就是个教训 乌克兰战争不是二零二二年开始打的 是二零一三年开始打的 如果今天大陆真的一人一票选总统 而不是像共产党的层层选举 有一个人站出来要选总统 比如说薄熙来跑到选总统 你投我一票 我保证武力统一台湾 他会不会当选 保证当选 那现在共产党层层选举 他考虑很多 经济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 地球是一家 台湾是一家人 他还可以讲这个道理 等到你是跟台湾一样 一票一票选的时候 百分之九十网路上要武力统一台湾 这种人一定当选 一定是中国的川普 那台湾怎么办 所以台湾人不愿意面对这个处见 又不愿意主动去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每一个政策都逃避 然后大家投票就试试看四年 賴清德长得比较帅 侯友语长得比较丑 然后这个柯文哲长得比较有趣 我们粉丝现象来投票 这个就是我们面对一个潜在的风险 新加坡看得到 美国以前也故意不看到 现在连葛萊宇都看到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 好吧 简单讲就是说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达到永久的和平 我们先买一张保单 有四年的和平 总该做得到吧 那四年的和平要怎么办 就是不能投给賴清德 你賴清德当选 担心的不是我们 是葛萊宇是美国 那美国都担心了 我们这张保单要怎么办 先买四年 不要买四十年 也不用买四百年 先买四年吧